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塞尔维亚前世界球王乔帅乔科维奇,Novak Djokovic,今在新西纳提名人赛南单决赛,直落二排下瑞士特快车费把费德尔,Rotter Federer,而这关键一胜,也让他凑齐九座大师赛冠军,缔造金名人,Korea Golden Masters,霸业,成史上第一人乔科维奇,又, 直落二排落费德尔,左,封王,法新社,一高龄三十七岁费德尔此战开局就不顺,先遭乔帅连破两个发球局,之后虽然成功化解危机,但第七局发球局却也没能把握,让乔帅率先以6比4率先抢下第一盘,请继续往下阅读,第二盘费德尔卷土重来,一开局就成功破发, 却在最关键时刻出现双发失误,让乔帅有机可趁,第七局再次破发,精疲力竭的废坝最终无力扭转逆势,最终就遭乔帅已连两盘6比4击败,无缘自己生涯的 99关,费德尔无缘生涯第99关 美联社,而乔科维奇自从2016年法网夺冠,达成连续拿下四大满贯金杯的壮举后陷入低潮,直到今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,乔帅最终抢七得逞直落三级败南非常人安德森,凯伍安德森,胜出,才总算挥别近二年来低潮阴霾。 新西纳提名人赛是今年31岁乔科维奇,唯一没拿过金杯的ATP世界巡回赛以前名人赛赛时,而在这之前他虽然曾五度闯进决赛,除一次中途退赛,其中还有三次都败给了费德尔,而今年协助温王丰王的余威,生涯第六次闯入闯进决赛,终于如愿夺冠,而过去曾七度打进决赛, 并七度封王的费德尔,本次则是首次在新西纳提冠军战吞败乔科维奇开新清文奖杯。 法新社